這條例子是說Fusion 如果考慮這些題目一定很清楚說Fusion 不過Hydogen也知道應該自然是Fusion 因為輕身的東西陷在一起 會出Helium 3 不是Neutron的形狀 基本上看那個題目 會發現其實左邊好像差一點東西 要變成Helium 所以就不止Hydogen 所以應該是多Hydogen 純粹是靠Balance equation的idea 其實左邊應該是2 這樣就齊數了 然後部分B就說 為何這麼難有Fusion在地球上 其實很多科學家都想製造人工的Fusion 因為這是一個很Clean的Energy 但難度就有幾樣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兩個Hydogen都陷在一起是非常難的 因為想真一點 其實大家都是carry positive charge 其實bring得越近的時候 其實repulsive force會越大 所以其實是非常之不容易 將兩個的Nuclear陷在一起 所以要Fusion 需要一個非常大的Temperature 如果你還記得 有多大呢 大概是10-8 即有8.0 那麼多度 才可以做到 其實是非常之難 可以做到一個Controlled 即是NuclearFusion 所以這裡就已經顯示了另一個Point 就是說其實要有非常之高的Temperature 而高的Temperature 其實是不容易在地球上發生的 即是隨時地球都融入 這個就是難處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Example 我們轉頭再看另一個Example 關於這個題目 好 來到下面 另一個Example 其實有時候這些數 因為它可以出的其中一款 其實就是 剛才的Balancing Equation 那一款 反而就是可以計算 這些Efficiency 所以你看到這個Reactor 它的Efficiency就是30% 然後它的Power Output 就給了你0.8個 即是GWatt 就是這樣 那就是要搞多久呢 才可以出到 3成10%的Power 14 那麼多的Energy 其實在這個題目 首先你要想一想 究竟它們這堆數目的Efficiency之間的關係 第一件事就是 Fuel 其實有Energy走出來 這個就是UsefulEnergy 但是同一時間也有Energy Loss 所以另一步Energy就走了 好了 然後這裡就是 回到第一個Efficiency 就是30%的Issue 然後我們再加進去 其實我們計算的就是 P對E over T 這個數目 你看到Energy 其實就是因為我剛才說了一個 就是Energy Loss 所以將Energy出來的 這個就成為30% 對 然後左邊就是 最終你會得到Power 就是GWatt G就是什麼 就是17.89 所以Soft 你出來的Time 就算到我答案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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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